天气暖和了 小薇薇在院里跑跑 小晨晨在玩弹球签 姐姐也过来了 今天天气太舒服了 哎 橙子 哎 我的宝橙 橙子特别喜欢出来玩 因为前两天天气不好 外面下雨很冷 然后他在屋里比较烦躁 天气好了 他就想出来玩嘛 你看小男孩种子喜欢爬高上低 是不是 头发长了 都硬着眼了 Bless you 叫 叫 帮爸爸 跟着爸爸说 一 二 说 对 你的弟弟也会数数了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周二 然后太阳很不错 小孩子 我们一直在外面玩 然后 我看我老公刚剪头发回来 我们看他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饭 老公 我们今天准备吃什么饭呢 我准备做一个鸡汤炖豆腐 西红柿炒蛋 另外还做一个虾仁 炒锅菜 好的 大概20分钟以后 再开始炒西红柿炒蛋 这也许是我们家孩子最喜欢吃的一道菜 我买了两个不同的鸡蛋 很多人 我看很多人买这个黄皮子鸡蛋 在国内的话觉得白皮鸡蛋比较受欢迎 但这个黄皮子鸡蛋要比这个 这种白皮鸡蛋要贵一倍 我今天尝尝这个黄皮子鸡蛋是怎么 好吃不好吃 今天用这个来炒拌一些草蛋 饭做好了 再等着米蒸好 我们就要开始吃饭了 我再陪小薇薇和小新元在这玩一会 送给你的弟的 Do you know girls give boys flowers? Why? Because girls love boys When they're married they give someone flowers 应该是男生给女生 flowers吧 不对 It's girls Girls give boys flowers Yeah and boys give flowers Yeah I know 小薇薇这个发型 你看你的妈妈给你编的多漂亮 小薇薇 好漂亮的发型啊 是不是 谢谢你新元给爸爸一朵花 Did you know why I picked one? Because our flowers are growing Yeah I know And girls give girls flowers too 你给你的妈妈 Flower 对不对 你也给你的姐姐Flower 對呀 薇薇 爸爸问你 你想不想上学啊 不要 为什么呀 因为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 leave the city and I can't see 但是新元 那你的姐姐已经在上学了 你不是依然她上学的时候 你见不到她吗 你要不要和姐姐一样上学 明年 If I grow bigger If you're bigger If you're bigger Surely you will be bigger But in this age 你才这个A级 你这个A级的时候上可以吗 可以吗 这个A级 你这个A级的时候才上 ok 好 行 You will be you will like it ok If I grow this big I will go in Chinese school Yeah that's cool And I will be able to sleep in school Sounds good The Chinese class has boys teacher Yes yes Do you like a boy teacher or girls teacher No You don't like boy teacher No Why I don't like girls teacher Ok Because girls are pretty and boys are not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You only like small boys Yeah What about your daddy I like boys big boys that I know Oh you like big boys you know right Yeah Yeah You说的很有道理 But you don't hug Aubie because Because of his two grandparents Hahaha Bubbie Bubbie Obvious isn't a grandma Why Because a grandma is a girl Oh And grandpa is a boy Oh And only boys have hoots Only boys have hoots Yeah Hahaha 你怎么懂那么多啊小新人 因为 Lots of girls know everything Lots of girls know everything Lots of girls know everything Yeah What about boy What about弟弟 What about弟弟 He doesn't know everything He's just a little baby 好了 我们看看你真好没真好 I'm foster girl You're a soft heart girl Yeah I know 你是软心女孩 Because It's a girl that loves people Yeah I know It's like 我们的人家 我们的人家 Because I don't know them Oh 你不仅爱我们的家人 还爱人家 是不是 人家 就是你的意思 人家就是 有些人 你不认识他们 是不是 準備给妈一个惊喜啊 妈咪不在这 妈咪在这 I have a present I have a present What do you have for me Yay 臭味 包成吃饭 快 喊妈妈 他饿了 他看昨天有没有饭 要扒着桌子看有没有饭 饭在这呢 饭好了 成饿了 哦 有饭 饭在锅里 不是在桌子上 宝贝 成从来不闹气 除了吃饭 等不及 又渴又饿 他是不是在长身体啊 一直在 每天晚上 吃完饭刷牙 还找我要饭吃 还要吃东西 还吃木鲁 还吃 还吃木鲁 一天吃几次 我看到粉丝还以为 断奶了 没断奶 还吃一天至少四次到五次 一天三顿饭 照常吃 还要吃饭 而且还吃四五次母乳 从阵子我见过 最喜欢吃饭的宝宝 你会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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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欣元是最喜欢吃米饭的 她会吃饭 她会吃饭 肚子热热的是不是 肚子热热的是很舒服的 对不对 很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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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你最喜欢喝的汤 待会喝点鸡汤好吗 鸡汤炖豆腐 有点热宝贝 你先把你的饭给吃完 今天这个鸡蛋炒的好吃 盘盘给你帮你一下 我给你捡一下这个 我给你捡一下这个 不要着急 给维维搞两个虾 吹一下 吹一下宝贝 吹一下烫烫 她饿了 她吃不起 这个饭挺有营养的 又健康 是不是 我现在超级喜欢吃虾 我以后多买一点 好吧 你看我头发 我怎么感觉 我现在剪这个头 年轻到好几岁 不是好几岁 像个小 好几十岁 像个小学生一样 这头发剪 就像个三年级 我要最起码这个发型 让我显得很年轻 像个小伙子一样 是不是 我今天上午 我专门路过 一个贷款的公司 我就问 咨询一下 我们买房子贷款的问题 是吗 然后 怎么说呢 她说我们没有两年的 在美国的工作经验 她说我们不符合规定 就是你必须在 爆满两年的税在美国 你才能够买房子 就是买房子 你才可以贷款 对 但是我很好奇 我们有些朋友 他们是怎么买的房子 他们也是刚回来一年左右 我了解他们也是贷款 难道说他们是别人担保的 说到房子 其实我们俩是有不同的想法的 其实自从我们结婚 就是Rebekah从来没给我提 这个要不要买房子 这个问题 对啊 我没有 可能文化也是文化的关系 我们没有觉得 就是必须有房子 没有这种需求 没有觉得我们结婚 然后我们这家 这个家 我的老公必须有房子 我真的 我没有这样想过 只要有一个舒服可以住的地方 然后够我们三个孩子 够我们五个人大 我就很满足 对 在你们 在你的想法和文化当中就是 买不买房都无所谓 对啊 只要有一个舒服的地方住 对吧 所以 所以 嗯 这一点和我 我 在你的影响下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当然也有于收入啊 或者说没有什么钱的一个原因 对对对对 就是我也没想 我觉得太早 因为我们也没有 没有 没有准备好啊 去在一个地方稳定下 对吧 没有准备好 对 所以就没有 但是随着我们有三个孩子 对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 我这个想要买房子的这个 这个想法其实是越来越强烈 然后 我可以理解 而且来到美国以后 你即使你 你住的方面挺贵的 对吧 但是你一直在 一直在 一直一个月一个月一直在付 一直在付这个房租 然后没有得到东西 但是你要买房的话 就算贷款 你每个月付的钱最后是你的房子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你要付那么多的东西 一个月付那么多钱 至少你可以 把这个钱放到自己的房子 其实比较 对 所以说我们结婚以后 你也有一些变化 对吧 你也在 在这个买不买房 你也是有一个态度 有些变化 反正就是在 反正就是在中国也是一个想法 在美国是另外一个想法 对 离近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对 我们在中山住的房子 可能现在也是30万美金 对 在这边住的房子也是30万美金 对 换算成美金的话 在中山住的房子500美金都不到 对 在美国可能就是需要 1500到2000之间 对 对吧 这个差也太大了 所以差了几倍 很大 对 所以我们是想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吧 就是尽可能的尽快买房子 嗯 然后 我们最近也在搜集 就是我们也会不断的搜集一些信息 留意一下 对对 如果有合适的 适合我们的 或者是我们开车经过 我们觉得挺不错的小区 我们都会记住一下 对对对 留意说 这些房子啊 院子挺好的 对 努力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的价格的房子 虽然我不想搬家 对 老婆每次给我说 最近在看房子 他早起买房子 虽然这个道理我都懂 但是我 我还没搞好这个房子 我不想搬家 对 我们也不是说一时半会儿要 买房子 我们也是穷肠记忆嘛 对吧 我们买房子也是可能明年的事了 对 是吧 嗯 但是即使我在想 即使我们将来 比方说我们搬回中国 我们要买一套房子 在这边的租金也是挺可观的 对吧 是 所以 嗯 我们也 接下来我们也持续关注这边的市场 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的房子 好吧 然后也看看 当然能贷款是最好的吧 对 对不对 对 就比较没有那么多压力 压力 对 嗯 好吧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吧 拜拜 拜拜